同让游客相当惊喜,举新闻综合报道 名厨阿基斯在绯闻跟食安事件之后呢 现在要推销自家饭店的年菜更是小心翼翼了 不但亲自上阵示范天然的料理 更强调会严格把关地下所有有疑虑的食材 希望大家都能够吃得安心 好,这样锅匀了啊 OK,就这样子起锅 翻炒后口感如蟹黄的咸蛋黄 加入中火炒过的鞋里红年糕 一道健康美味又不吉祥寓意的年菜轻松上桌 那我会选择用自己萃取体验的猪油 名厨阿基斯亲自示范 强调自家饭店只用天然食材调味 更套用最近显占的热门话题 这几天总统在辩论的时候 大家都在讲说阿嬷交代的 我是阿嬷托梦的 因为这一道菜唯有这样子出来的时候呢 真的上了年纪的很喜欢吃这个 阿基斯所属饭店主厨团队各自推出好料 预约现做不冷冻 像这道今年被平面媒体评比冠军 由放山母土鸡包入食材 先卤后榨肉质入口即化 还有去年冠军的大拼盘 海陆食材以香料和潮州老卤水卤制 料好入味 甚至也将水果入菜 鸡果与薄荷调出羊小排的清爽酱汁 更重要的是递开各种一律食材 走过食安危机 阿基斯小心翼翼 要以安心食材力挽除神形象 这段新闻前来成为台北菜单报道 一年一度的美国松里全国际电影节